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在ES8中对象的两个新的扩展方法 叫做Object.Values和Object.Entrance 其实从这个函数的定义上我们看到 这是两个静态方法 其实在ES6当中对于数组的扩展里面 我们是不是学过数组的.Values和.Entrance的方法 它们的作用是用于变力数组的 那我们看一下在ES8中对象的Values和Entrance的方法 到底是做什么用呢 我们取个例子,打开 我们在第4-2当中去讲今天我们的一个语法 然后把4-2理入 OK,首先我们先去定义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Cons的一个OBG 然后等于是个对象 比如说它有内部属性,假设叫做imoc 然后比如说我对应的网址 3w.imoc.com 然后它可能还有对应的一些课程,对吧 比如说ES课程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好一个对象 然后大家看,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之前的语法当中 我们如何获取到对象里面的每一个属性的值 也就是我要获取到imoc,然后3w.imoc.com和ES应该如何获取 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循环魅力当前这个对象,对吧 其实在之前语法当中我们讲过一个方法 叫做Object.Peace 这是之前学过的方法,对吧 然后它的参数我们可以传入一个对象 这时候其实我们先输出一下这个值 我们先看一下,保存 我们能够看到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对应的是对象的key值 因为我们说对象叫做keyvalue建制度是不是 但是我的需求是获取到value的值 那应该怎么办 大家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了 我们可以对当前我们这个key值进行循环的便利 比如说我们点map 然后比如说key 然后一个降大环数 我想返回的是value的值 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直接取到obj里面对应的这样一个值 是不是可以,对吧 然后map会返回一个新的数组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resresult结果的意思 然后我们输出res保存 答应结果是不是对应的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吧,就是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属性 OK,这是我们之前的语法 那在es8中也用了两个新的净态方法 叫做object.values 大家看,我们取到obj 然后我们先输出一下这个值 其实大家应该能够猜到这个名字的方法输出是什么样的值 是不是,就是values这种值 大家看,对应的是不是就是后面的这个值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当前我们这个函数返回的作用 是不是就是之前我们用object.keys 然后自己去便利得到这样一个对象里面属性这样一个数组 对吧,做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点values的作用 返回的是给定的对象里面的每一个属性 然后组成这样一个数组 对吧 跟它对应的呢,还有个叫做object.entrance 我们也传入参数 obj传入个对象 我们再看一下entrance 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它其实返回的是一个二维数组 大家看,整个是不是个数组 然后里面的每一项是不是又是一个数组 里面这个数组的每一项呢 是不是数组的第一项表示的是key 第二项呢表示的是value 这是一样key,value,key和value 所以说我们通过object.entrance 是不是就能够取到对象里面的属性的key和属性的value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下每个值啊 当前object.entrance返回的是一个数组对吧 对于数组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fulloff循环啊 我们循环当前object.entrance返回的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呢,大家看 我们定一个然后对应的分别叫key和value 大家看,我们在这边输出 比如说我这边的数组屏结 我使用ES6当中的繁语号叫做模板自无串 然后呢,变量是不是这样写对吧 key,然后呢 比如说加一个冒号 我再输出对应的value的值 我们看代码第13号 取到是不是就是key,value,keyvalue和keyvalue 对吧 这个呢是object.entrance 对于对象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们看 比如说如果当前我是一个数组会怎么样 我们呢直接输出object.entrance 然后呢 如果里面参数传入一个数组 大家看比如说有个a 有个b 然后呢再放入一个c 我们看 如果object.entrance的参数是一个数组会怎么样 因为GS里面的数组也是一个对象嘛 对吧 我们看 是不是还是返回一个二位数组 当然这时候大家看 对应的数组里面的第一个值 指的是不是当前数组的下标 0,1,2 第二个值指的是不是下标所对应的一个值 对吧 所以说object.entrance 后面传一个对象 或者传一个数组都可以 但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传对象会比较多 这个呢就是在ES8中对象的扩展 分别是两个竞在方法 分别是object.values和object.entrance object.values的作用 是返回一个给定的对象里面的所有的属性 然后呢 这些属性的值呢 会组成一个数组 object.entrance呢 返回的也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又是一个数组 然后呢 如果对象的话 那二位数组里面这个数组的话 数组的第一个值就是t 第二个值呢是value 那如果object.entrance的参数传入一个数组呢 那么里面参数 第一个是不是指的是数组下标 第二个指的是数组对应的值 OK 这个就是对象 在ES8中引入两个新的静态方法 你会用了吗 其实很简单是不是 那我们下期再见